好 护理师从保冷箱中取出AZ新冠疫苗再进行施打 中央CDC播补的第二波疫苗5月27号送抵基隆 基隆市长林荣昌表示 分配到的3000剂将由医护警消及防疫旅馆等第一线防疫人员优先施打 他也要求在三天内施打完毕 本市是分配到3000剂的疫苗 预计是在今天中午左右会到达 那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施打 所以我们除了跟病毒作战之外呢 也要跟时间作战 所以我下令3000剂的疫苗 我们要在三天内把它打完 来 痛一下 消防局方面也立即安排同仁到基隆市立医院门诊中心施打疫苗 保护站在防疫第一线的消防人员 打的感觉是还好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的情形 目前也没有什么感觉不适 他就觉得跟正常一样 那觉得就是说被 所以我们警销被列为这个优先施打 被加抬是什么的 我就是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第一线执行救灾救护 要接触很多民众 然后对这种措施觉得非常的满意 至于有人质疑中央只拨补给基隆3000剂疫苗数量太少 牛肠以双北疫苗拨补数量与人口比例相较 认为基隆分配到的数量并不算少 其实就这一次的一个分配 台北市是分配到22000剂 那新北市是18000剂 但是新北跟台北的人口 大概是我们基隆是9倍到10倍的人口 所以我们基隆是分配到3000剂 在人口比例上面其实相对上是高的 牛肠强调41万剂疫苗中央先拨付给地方15万剂 因此后续还会有第三批及第四批疫苗送达 他也会继续向中央争取更多疫苗 剥补到基隆 让防疫工作做得更好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